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個教堂的擺設 我會用到龍柳、雀巢、衛蘭 做一個適合拜教會的花械設計 首先我們會剪掉雀巢的腳 把雀巢剪一剪 接著我們會放這些雀巢 我們可以重疊 將雀巢較直的位置 接著我們可以放少少的沙巴鹽 我們可以放少少的鹽 雀巢 接着我们会放今天的煮花 我们会用到这一枝围栏 这个围栏又不需要太长 你煮的大约是21寸左右 我们放在旁边的空间 垂下整支在左边 另外我们会有一些龙柳 这些龙柳我们放在里面 还有前面的部分 有一点一路一路走出来 集中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会有一些叛花 我们会用到这些大丁 紫色的大丁 你可以集中在围栏的前面 这里不需要太长 这样少少走出来 要加多少少的叶 我们特别在泥面这些位置 一边就把它放在里面 你把它剪去大约是四寸左右 有了 有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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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糖面球 你可以用這些糖面球放在左邊這部分 我們都放在這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示範這一盤 教堂擺設 你可以做一個對峙式 左右一盤 就是 這一個 款式 今天來講 我們都是用一種 地台式擺設 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 的擺設 我們用到這些雀巢 龍流做一個主要的線條 另外那些 主花也好 我們都是放在 佔你整盤花大約三分一 左右 比例已經足夠了 大家不妨嘗嘗 用這些花菜做一個教堂擺設 然後 這一個 一邊 每一邊 都放在這間 12 大約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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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